來看了 再來一月份經期的項目 已經出現第三的拿頂 你會關心說 國法會當時發佈第十五次 經期循環的 國法會主委 共民憲氏來表示 國際三月下旬 應該就來發佈了 受到專給經濟感染的影響 再來一月份經期的項目 又出現第三列代表經期不好的拿頂 綜合法團的分數 也比今年十二月份 減一分 九十一分 剩下十四年來的判斷 也讓若立立委員心說 再來經期循環的高峰 是已經過了 再去國法會主委共民憲 在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表示 第十五次經期循環的高峰已經過了 目前已經進入收縮期 沒有下來 沒有下來 你就沒有辦法認定那個高峰點 世界各國有著兩年 有著三年平均 甚至有超前 大家都公布了 我們什麼時候要公布 我們三月份會公布 經濟委員會表示 要靠近第十五次的經期循環 要先靠近 等一次的高峰時 等時 先靠近 觀點才能知道等時下來 有理委也知道 說 後來在大月 收賣跟產業業由 維拿頂變作時拿頂 反映出中小企業 最直接的感受 而且今年經期 親像多的分社會 這樣一樣 約後特別預算三千八百以後 都有三分錢 要發給民眾一人六千塊 對中小企業的照顧 可以在今年做到什麼樣的感受嗎 六千塊的補發 內需的經濟促進上 多多少少還是有一些 很大的幫助 那對一些中期的 這些中小企業的體質的調整 投入了一些設備 或產線的一些永續的一些改造 或者是數位的改造來講 對短期的經濟是有所促進 對長期來講 他的競爭力可以提升 根本憲強調說 雖然今年製造業有效扩準的壓力 不過經期不一定會贏 暗算最多在五月份 但扩準消化後 暗算六七過後會有反斷的機會 不過反斷的落頭 強行是不太大 現在總學報道 無疑 我们下期再见